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烈的展开 侨胞们对台湾有着共同的热爱与认同 让我们始终紧密连结 也持续见证发扬台湾发展与兴盛繁荣 今年在巴黎奥运上 所有的运动建议展现他们无比毅力与决心 为国家赢得了光荣成绩 看到他们的努力精神 让所有的全球侨胞都惊艳台湾的力量与坚韧 而这些傲人的成就是大家集体的成就 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全球侨胞长期以来 支持贡献为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 齐心努力 在今天National Day的重要日子 让我们一起攜手同行 持续让国家茁壮 今年的庆典 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A Beautiful Taiwan Today A Better Taiwan Tomorrow为主题 视觉设计理念包含团结与共荣 美好与希望 文化与历史 创新与传统的结合等等元素 象征台湾在尊重历史与传统的道路上 不断创新与发展 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的国庆活动将从10月5号晚上开始 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晚会 包含有知名艺人江慧演唱 以及乔生歌唱大赛的冠军得主 等等丰富的卡斯接力演出 精彩可期 10月10号的上午将在总统府前 举办庄严隆重的庆典大会 国庆烟火则移师到云林 湖北高铁特定区 将串联音乐祭 文化祭 咖啡节等等的活动 让海内外民众尽情欣赏 此外 本会特别在官网开设 10月庆典活动专区 来提供相关的资讯 包含有活动的介绍 庆典旅游的补助 爱乔卡国庆优惠等等的丰富项目 同时也为便利全球侨胞 临时差参与各项庆典活动 我们将透过乔务电子报实况转播 国庆晚会以及大会 欢迎大家透过线上直播共同来参与 今年520 赖总统在就职眼桌中提到 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 这样的愿景向海内外国人 说明国家前行的发下 希望与全球民主国家形成共同体 强化民主的韧性 让台湾能够成为 全球民主供应链最关键的一环 此外 赖总统日前在接见 世界台商总会考察团时 也进一步提出 希望能够结合全球台商的力量 让台湾的产业能立足台湾 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 乔委会将根据这些相关的愿景发展 来规划各项施政的工作重点 推动国内与海外侨胞共同的茁壮 正因为侨务工作 是国家发展重要的一环 本会的政策也会充分的结合 包含有国际参与 海外华语文市场拓展 海内外商机交流 以及国际人才的提升与竞争 等等面向来推动 期许让台湾 无论在经济 自由 贸易 文化 教育 等等各面向 都能够有所提升 在全世界扮演 善的循环 这样重要的角色 同时 在近年来 台湾无论在自由 民主 人权 各项的发展上 也都受到国际社会 非常高度的肯定 无论是在各种的评比当中 名列前茅 在实质上我们也充分发挥 台湾 Can Help 的能量 台湾 Is Helping 是所有海外全体侨胞 积极努力 正在执行的各种成绩 最后我要在此 再一次的 攜手 我们所有桥界 先进 大家为民主繁荣的新台湾 一起来努力 台湾无论在半导体 AI 或是各项 资通讯产业的行销 以及 资讯安全等等 对抗 假讯息的发展过程当中 都需要我们桥界 下一个世代 一起来努力 在此 再一次的拜托 以及欢迎所有的桥界先进 大家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一起祝福 中华民国台湾 生日快乐 也敬祝所有的 海内外 侨胞乡亲们 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谢谢大家